一会儿把我的大诺鸡带过来 让牛奶和诺鸡搭配一下 牛牛算在这个道家团那边算不错的一条母团了 然后体型了性格的头版都是蛮漂亮的 而且非常聪明听 牛牛有点迫不及待的想见诺大诺鸡来的 看来大诺鸡 咱们来看看相亲现场 牛牛高兴坏了 这也真是玩的太贵了 鸡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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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熊冠漫道,真如铁,而今漫步从头越。 大家好,我是阿龙。 今天是2021年的第一天。 今天让我做了一个,让我纠结好几天的决定。 就是让大诺基和妞妞搭配了一样。 这是第一次的普道结合。 这几天一直让我心里很纠结, 因为它一个普家一个道家, 其实在我的心里, 我从来就是不愿意想道家和普家结合的。 这后代在我的观念里,就等于是串了。 但是妞妞是我特别喜欢的一条母犬, 道家犬。 包括它的结构性格, 还有头版,都是很完美的。 然后呢,发情十天了。 这十天呢,也没有给他找到一条很合适的道家。 之前那几个玩到家的朋友呢, 现在也都换了其他的权种了。 所以说,发情十天啊,再不配, 可能就真的就配不了了。 所以说,今天呢,下了一个决定, 让他用诺基配一下。 就是说,我内心呢,很期待这两个的结合。 但是对于普家圈里边来说, 不是一件好事。 所以说呢,既然搭配了, 如果说能怀上将来生的小羊羊们, 我也会去或者是公的母的吧, 就是做一下决育吧。 因为不想让他们,就是说他们的后代再往下蔓延了。 别管是出来的是精品, 还是说,就是说不太理想的。 我都不要太让他们再接着繁育下去了。 因为妞妞啊,在我心里边是一条很重要的犬。 我也是一直很想愿意要他的一条后代。 所以说就做了这个决定。 等到两个月后, 别管是怀上还是没怀上, 我都没有遗憾。 怀上了, 可能就是说别管生个几条吧, 自己都留着。 如果说就是有朋友要的话, 我也会把这个小狗做绝育, 不会再让他们往下继续的这样繁殖。 这是我这几天的一个想法吧。 就是今天跟大家说这个事呢, 可能大部分的人都不会说在意这个道普, 结合的这个事情。 但是我本人很介意。 但是如果不能留妞妞的一条后代, 这个在我心里始终也是一个小遗憾嘛。 所以说就今天做了这个决定。 我也向大家保证, 从今往后绝对不会再让普加和大家去搭配的。 我也会就是说, 把普加这一块发展的会越来越理想嘛。 好了, 咱们今天的视频呢,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。 最后呢, 祝大家新年快乐, 万事如意, 牛年更牛。 。 好了, 早餐。 所以说, 民伙。 我南相冿。 我西论或洼 niemand.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